字幕君 字幕君 嗨 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 金魚都能懂得這個網頁畫面 怎麼切 那我們昨天已經切了一個 就是我們的側邊選單 但是側邊選單來講的話 我有說過 其實前後端 其實我們都會用到類似這樣的一個畫面 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看過一些後端的畫面 這種側邊選單是會收起來的 那收起來到底要怎麼去製作呢 那這種互動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 在右來就是很多網站其實都有看到過 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我看過網站太多了 所以 這樣感覺有點臭屏 沒有啦 我們看過網站其實很多種類型 各式各樣的表現其實都有 所以這時候很多時候就被問到說 那我這如果要收合起來的話該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可以收合的測評選單 那馬上來看一下 好 今天其實算是昨天的延續 那這樣的一個畫面來說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邊實際做出來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這一個什麼 箭頭對不對 那我可以直接用這種方式去把它做收合 OK 而且完全就是使用CSS 我們沒有用到程式 沒有用到程式 我們切板這個部分 鯨魚系列基本上都不太會去碰到程式 除了像我們前面入門有講到一些JQuery以外 那其實像目前是沒什麼在用到程式的 好 那馬上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內容其實算起來是昨天的延續 畢竟你要把一個影片錄到非常常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各位消化起來是有點痛苦啦 我不知道到今天我們已經切了第14個畫面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有跟上 那麻煩各位有跟上的 你每天都有跟上都有實際去做的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有跟著做好不好 這至少讓我們有點成就感 OK 希望大家都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內容 先看一下這昨天的內容 這昨天的內容 那這是今天的內容 好 那我們來處理一下我們把 這一個 上方的這個這個 標題我們稍微先改一下 所以你只要把昨天的那個選單 側邊選單拿出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我要加上這個旁邊露出來的 這個小小黑色的標籤 第二個呢 我要讓它能夠收回去 第三個呢 我要添加我要控制的這個寫法 OK 可以提起 OK 三件事情 好 所以 我們先來把我們需要的東西製作一下好了 那在這個地方 我使用的是一個input的方式來去做控制 input的控制搭配一個加號 或者是蚯蚓選取器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讓我可以用表單 就是input 這個checkbox呢 它有沒有被check來控制後面的項目 所以我使用一個input 然後使用一個checkbox 沒錯 checkbox 那ID要給它一下 ID要給它一下 所以ID給它的話呢 我們可以來把它叫做 欸 叫什麼 來 上面的標題改一下好了 這個叫做收合式 好 收合式側邊選單 收合 OK 好 像這樣 好 那再來呢 我底下這個地方我要添加input 然後把它叫做menu switch好了 不對 side menu 然後switch side menu switch OK 好 這個東西我們待會要用到 好 存檔 所以你看到上面已經多了這個東西 看起來蠻討人厭的 沒關係 不管它 好 那接著我在我的這一個 呃 側邊選單裡面呢 我添加一個 label 好 label 那我要給它去控制上方的那一個 呃 這個input 我就使用for的屬性去對它做事情就好了 那接著我裡面需要加上一個箭頭的符號 箭頭符號我們本來就已經有這些 呃 icon了嘛 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方式來去製作它 好 icon 嗯 嗯 這邊呢我用我的套件它是叫做飛鏢啦 因為 呃 其實如果說 飛鏢 OK 好 那如果說你不要叫飛鏢來講的話 你要叫 其他東西其實你可能會導致裡面的項目太多 所以當初我直接叫飛鏢 OK 箭頭的話可能會太多 所以來 做完了 嗯 找到了嗎 這個小小的這個 黑色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小小的在這裡 在這裡 有吧 有吧 OK 好 那所以呢 有了之後呢我們來處理一下 先來把這個視覺外觀做處理 所以我要處理的是 SignMenu裡面的Lab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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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bel Label 做什麼事情呢我用絕對定位 那我稍微處理一下它的寬度抓個事實 高度抓個80好了 那 背景色彩呢 我給它用一個黑色 這個顏色各位自己決定就好了 那我希望它本身的色彩呢 是一個白色 那 好 這樣 它的外觀就出來了 那結果把它定到右側去 所以 它要定到右側呢 它要定在誰的身上 要定在我們SignMenu的身上 所以我把SignMenu呢 我給它做一下相對定位 好讓你的Label能夠定在它身上 好 接著呢 好 好 Label這個地方呢 我來設定一下 它的Right 是-40 OK Top是0 Button是0 OK 接著我設定一個MarginAuto 它就可以聚中了 好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絕對定位的垂直聚中的技巧 那這種技巧來講的話 在我去年的鐵人賽也有寫過 20 連續30天的垂直置中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這個連結 留到我的底下 影片底下的內文當中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OK 好 你可以想看看絕對定位的一個置中 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好 再來呢 恩 我要讓裡面的文字 Light High 給它做個80pixel 好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使用80pixel呢 因為也是一個單行文字的垂直居中的技巧 那這個技巧來講的話 在去年的鐵人賽我照樣也寫了 反正 30天的垂直居中 各式各樣的垂直居中的方式 總共目前大概寫了26種吧 另外5種使用情境 所以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 OK 那我們在很多CSS的 恩 技巧當中 其實就是很多很多的基礎能力的堆疊 跟一些概念原理的組合應用 所以其實大家很多人會跟我講說說 我覺得CSS好困難喔 講真的我覺得不困難啊 它其實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而已 好 以上這段話可能會被人家攻擊 好 好像講說這種話就會被人家攻擊 講屁啊 好 我們繼續回話來看 金魚沒有讓各位很困難 那我這個時候想要做一點變化對不對 不要這樣寫成這樣就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做一點點圓角 所以來設定一下Border Radius 好 然後我希望它的右上方跟右下方 有一些圓角 恩 可能好一點吧 所以0像素 10像素 10像素 跟0像素就寫完了 好 再播存檔嗎 Border Radius 好 圓角就出來了 這可能看起來稍微好一點啦 那如果你覺得你不要讓它凸出來這麼多 你可以把它40像素改成30像素也可以 這個小事 好 好 那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點這個東西 有看它被打勾了嗎 我點這個箭頭上面可以被打勾 好 可以被打勾 那就簡單啦 我們現在就直接讓我的side menu移出去 移出去 所以我可以使用 我可以使用 transform 裡面的translate x 給它-100% 它就可以拉到視窗的外面去 搞定 那這時候 什麼時候要讓它回來呢 也就是說 當我上面這個被打勾了以後 我要讓整個選單跑出來 所以我們會使用到的是 呃... 剛才 等等等等 來 我把它寫在一起 把它寫在一起 各位比較好認啦 所以你會讓我捲來捲去的是這個原因 好 那誰要被check 是上面這個東西要被check 所以它叫做side menu 的switch 好 大家被check了以後 所以它被check了以後 我要選取到後面的side menu 所以 偷懶我直接用複製好了 好 做什麼事情呢 把它的transform 的translate x 把它設定為0 好 這樣我們基本上已經寫好了 99.999% 像這樣 欸 有沒有 搞定 搞定 那再來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被看到呢 基本上我是不需要讓它被看到 所以 這邊呢我們再做一件事情 讓它被消失 所以呢 來個絕對定位 好 絕對定位 不佔空間 再來呢 設定一個opacity 設定為了0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OK 那可以點得到嗎 欸 點不到 OK 好 點不到 當然你如果要保險一點 可以設定一個z index z index 為-1 這也可以 讓它的成績往後跳 好 那這樣其實就寫完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還剩最後一部 動畫總是要添加的 所以動畫添加在誰身上呢 因為我是整個選單要移動 所以我當然處理就是在選單這一塊 給它加上一個translation 來個0.3秒鐘好了 速度快一點 不要慢吞吞拖拖拉拉的 這樣 嘿 搞定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你會發現說 欸 這樣感覺真好耶 那這樣就好了嗎 沒有 加碼 我們繼續加碼 原本所寫的項目呢 大概像這個樣子 我如果想要讓它做的更多變化一點點 當然不能只有像這個樣子 就是很多的動畫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細節 既然我們今天要做動畫就做到底 好 所以怎麼做呢 我希望裡面的這一個箭頭 能夠轉向 因為你已經出來了 你還出現一個向右的箭頭 其實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要讓這個箭頭呢 做顛倒過來轉向 好轉向 好 但這個轉向的過程 我希望它不要有任何的動畫 好不要有任何的動畫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嗯 當我的 menu switch 被check了以後 它會滑出來 滑出來之後 我要讓裡面的這個箭頭轉向 所以 我要選取的 是 side menu 裡面的 誰 Lab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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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bel裡面的誰 Label裡面的這一個圖案 就是 FA這個 OK 好 我們就直接選取它就好了 看你要選FA還是 FA什麼 angle right 就是都可以啦都可以 好 反正這裡面只有一個項目嘛 所以我這邊就偷懶 因為我不想寫那麼多字 我就偷懶 我就使用FA就好了 所以 Label裡面的 FA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它做 讓它做 畫面看起來怪怪的 拖拉一下 我不太喜歡出現折行的情況 對於我們選取器的閱讀是不舒服的 我可以使用 transform 裡面有一個 叫做 scale 我要改變的是橫上的軸 scale 給它做-1 好 這時候就可以了 所以看一下 顛倒過來了 那這樣我們的畫面看起來就 嗯 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好看 自己講好看 好像不太對 好 OK 好 那如果你覺得好看 你需要幫我加1回覆一下吧 OK 那這樣的一個選單 算是比較適合我們在 實際應用狀況裡面 比較合理的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去做一些動畫 這邊我就不再處理了 因為 畢竟 時間有限 我還是希望壓在 半個小時以內 好讓這個動畫 讓這個範例 能夠比較OK一點點 大家練習也壓力沒那麼大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金玉的影片 那歡迎底下按一下喜歡 就是那個讚 喜歡 然後呢底下訂閱按下去 旁邊小鈴鐺記得點一下 如果小鈴鐺出現抖抖抖抖抖的情況的話呢 表示你訂閱成功啦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直播訊息 影片通知 OK 那金魚系列 我們繼續下去 今天剛好是鐵人賽的第15天 我們要準備倒數了 喜歡影片的話 多按讚 感謝各位 各位金魚我們明天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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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